今天你的想像力好不好呢 我們來想像一下 有一座高山 從山頂上開了一條路 這條路 是一條窄橋彎曲的路 有多處的急轉彎 有懸崖壁 沒有富覽 路中間有些石塊 這條山路是通到一條下面 一座很美很美麗的快樂山谷當中 在這座山頂上面的 高山的山頂上面有一台汽車 每部車子裡面坐著一個年輕的男生 跟一位年輕的女生 他們從這條道路出發 想要到達下面快樂山谷 它是每十對夫婦開始啟程的 有四對被支離破碎 有時候在他們撞著稀爛之前 他們會接上一些乘客上車 一些小小的乘客 這些乘客也因著撞著稀爛而血肉模糊 現在弟兄姐妹 我剛才描述的就是 今天台灣婚姻的寫照 我要說這是我們國家的悲劇 我們的離婚比例 在全世界各國裡面算是領先的 在所謂的美麗寶島 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首先我們對車子經撞爛的那些人 我們要同行心 這不是我們用指頭 指責的指頭 或是譴責的指頭指責他們的時候 就是我們打開心 打開我們的家 打開我們的教會的時候 要告訴他們 在耶穌基督裡面 有愛 有寬恕 有饒 有憐憫 有重建 有恢復的可能 我們要告訴他們這些 這些人不需要我們用指控的指頭指責他們 他們需要我們幫助的手 他們需要我們要給他們的愛 我告訴你們還要做什麼事 我們需要對這條路進行一些工程 我們需要設立一些護欄 我們需要搬走在路上的那些石塊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婚姻諮商的研習會 我們需要更多說到 如何有快樂家庭的講道 我們需要更多有關家庭的婚姻的教導 我們需要對這條路進行一些工程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 我們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 我們需要訓練駕駛員 我們需要訓練駕駛員 你知道在哪裡出錯了 拿到結婚證書 比拿到駕駛執照要容易多了 你知道這點嗎 你要拿到駕照 你需要去 可能要上一個駕訓班 你要讀讀駕照 所需要讀的東西 你要經過檢定 當然你去登記結婚 你只要交錢就可以了 公正結婚很容易 但是可能好可能壞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我們需要為婚姻來預備我們的年輕人 所以我在講這個系列 講到立在這磐石上的家 我今天要跟你們說到的是 如何預備你的孩子結婚 如何預備你的孩子結婚 因為如果你不去預備你的孩子結婚 請問誰會去預備呢 這是他們進入 他們會進入最重要最有意義的關係 我們說人生有三個重要的決定 我們一生的使命是什麼 什麼是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是什麼 第二個 什麼我們一生的主宰 我們需要認識這位神 認識他 我們才知道人生 第三個是我們一生的配偶 做父母親的應該在這方面來預備他們的孩子 但是很可惜有一個惡性的循環 為什麼這麼多破碎的婚姻呢 因為來自破碎的家庭 自己會有破碎的家庭 有一個好像複製的因素在其中 破碎的家庭產生破碎的人 又生出破碎的家庭 又生出破碎的人 又生出破碎的家庭 我們需要在某個地方打破這個惡性刑犯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對我們的祖先無能為力 但是我們可以對我們的後代做某些事情 正經在十天一百一十二天第二節 這是我今天要送給各位的一節經文 認識人的後代必要蒙福 我希望你的後代蒙福 你願意的後代蒙福說阿們 我願意的我的孩子蒙福 我的孫子蒙福 我的後代蒙福 我願意這節經文成為你 成為我們家庭的 每一個人家庭的一節經文 我們對我們前人所做的事情 無能為力 但靠著上帝的恩典 藉著上帝的大能 我們可以訓練我們的孩子 訓練我們的孫子 成為蒙福的人 我們要打破那個惡性循環 你知道今天 呼籲的一大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準備不周 我主持過很多場的婚禮 我發現了絕大多數的新郎 新娘 花費大量的時間去準備婚禮 但會花很少的時間 準備婚姻 他們花大量的精力跟金錢在婚禮上面 但是絕對婚姻很少準備 如果你在這邊聚會 你就聽到我前面幾個禮拜有講過的 教養孩童 使他們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離 我提醒過你們 教養 就是訓練的意思 不只是教導而已 有運動的人都知道 這個教導跟訓練之間的差別 你不可能看著教練在黑板上寫幾個字 你就學會打籃球 學會游泳的 你要學會打籃球 學會游泳 是要記得訓練 接著嚴格的紀律 記得第一手的經驗 這是你訓練一個人的方法 這是你教養孩子的方法 我們應該教養孩子 不是教導孩子 你教導孩子某些事情 將來會有人來教導他別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訓練他某件事情 這件事情會深入在他的心中 所以我們應該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有人養狗 花時間訓練狗 比花時間訓練的孩子要多 晚上把狗綁起來 讓他的孩子亂跑 還奇怪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所以聖經說 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所以再沒有什麼事情 據我來看 會比預備我們的孩子走入婚姻 這件事情更重要更詭大 真的是一件何等何等重要的件事情 我說今天結婚很容易 我不要講那些不想結婚的人 但是因為要想要結婚的人 連請客都不用 連公開儀式也不用 甚至連結婚證書都不用蓋章 已經沒有人來找我蓋結婚證書的章 你知道嗎 不用蓋章了 只需要到附贈事務所 做個登記 就算結婚了 沒有訓練 沒有預備 你說牧師 這篇獎章 跟我無關 我已經結過婚了 或者說我沒有孩子 或者說我不準備結婚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篇信息是跟基督的身體 很有關係的 這間教會的事工 想預備我們年輕人去結婚 這是每一個父親 每一個母親的事工 這是每一位祖父 每一位祖母的事工 這是每一位傳道人的事工 這是每一個小組長的事工 這是每一個團契輔導 青少年團契 青年團契 色情團契 學情團契的輔導 小組長的事工 這是我們整體 合在一起的事工 今天教會 在沒有必備的年輕人 為這個令人興奮的婚姻冒險旅程 做準備更偉大 更值得投入的事工 就像其他事情一樣 當所有都失敗之後 所有做法都失敗之後 讓我們來讀手冊 我請你把上帝的話打開 剛才我們讀過創世紀第一章二十七節 那你講到上帝造人的目的 我要你們注意到 第一個上帝造人的目的 人類的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是有分別的 人類男女兩性之間是有差異的 上帝沒有造女的男人或男的女人 上帝是造男造女 上帝造他不同 使他們可合一 所以男人 一個男人絕對不可以失去他的男性特質 一個女人絕對不該放棄他的女性特質 如果你說我是一個解放的 我是一個解放的女人 現在的姐妹們我要告訴你 沒有哪一個女人需要 從他女性特質當中被解放出來 你應該保有那個女性特質 因為上帝把那個女性特質給你 如同上帝把那個男性特質給男人一樣 你說我才不比男人低 沒有錯 你講得很好 你沒有比男人低 事實上你做一個女人 你是比男人高超 正如一個男人 做一個男人 他是比女人高超一樣 上帝造人不同 好叫我們可以合一 所以任何一個社會 想要把男女之間的差異界限模糊掉 那個社會是朝向崩崩 朝向毀滅的 我告訴你們 不久之後 我們就會收割來自地獄的這個運動的結果 弟兄姊妹 因為上帝在起初創造是照男照女 我會做父母的 要盡一切所能的 在你的兒子身上去發展那個男性特質 在你的女兒身上去發展去鼓勵那個女性特質 你注意看聖經在創世第一章 上帝在創造之後呢 上帝說什麼 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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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來看到第一章的最後一節 上帝看這一切所造的都 聖好 非常好 31節 12 聖好 然後我們跳到二章18節 這一節親吻了 讓我們去看